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在一宗民事诉讼案中 被裁定性侵和诽谤罪诚 必须付出500万美元的赔偿代价 败诉后的特朗普第一次打破沉默 扬言自己不会轻易认输 他要斗争到底 如果说特朗普对这件事的发展是愤怒到极点 那事件的女主角前杂志专栏作家卡罗尔 她的心情跟特朗普只能用一个天堂一个地狱来形容 纽约联邦地区法院的陪审团 星期二虽然驳回了卡罗尔的强奸指控 但判定特朗普必须对性侵犯和诽谤的行为负责 所以才有了开头我们说的 特朗普被令支付500万美元的赔偿金 给提告的女主角卡罗尔 不过根据报道 这宗所谓的强奸案其实是发生在1996年的某一天 在整个审讯当中 事件到底发生在哪一天 发生在什么时候都说不清楚 但提告的卡罗尔还是取得胜利 关于这点或许有人会觉得好奇 感到大 香港01网站就有一篇报道就提到 这起案件属于民事诉讼 一般定罪的门槛都比较低 当事人只要能够提成 让陪审团幸福的人证和物证 审讯就会对自己有利 而作为嫌疑人的特朗普 很大可能因为没有传造证人 加上特朗普的代表律师 只是一再强调卡罗尔的供词不可信 事件纯粹是捏造等等 这样的辩词不够有利 难以让陪审团幸福而败诉 另外 英国《每日邮报》也分析了 特朗普败诉的两大关键因素 其中一个是因为他曾经在一次问讯影片当中 将一名照片中的合影女性误认为是他的其中一任前妻 但实际上照片中的女性是卡罗尔 虽然特朗普一直强调不认识卡罗尔 也声称对方不是他的菜 意思就是说不是他喜欢的类型 但他却把合照中提高他的卡罗尔误认为前妻 因此就让律师推翻了卡罗尔不是特朗普喜欢类型的说辞 除了这个不小心看走眼的失误 卡罗尔律师团队也曾经在案件审理期间公开一段 特朗普2005年在某一档电视节目当中 对女性开谎枪的旧录音作为呈堂共证 录音中特朗普承认 曾在没有经过女性的同意下 碰触或试图碰触她们的私密处 而且她也袒露自己容易被美女吸引 并试图和已婚女性发生关系等等 这都凸显了特朗普存在对女性为所欲为的倾向 无论如何 刚刚说的是一些媒体对案件结果的解读 至于案件是不是基于这些原因来判定 只有案件的陪审团 这些局内人才有答案 我们都只是看热闹的局外人而已 那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 也记得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 记得留守热点Hotspot 给你带来更多国内外新闻